淡水區隨著人口增加 許多國民小學學生的數量也越來越多 但由於在淡水市區許多學校附近的道路 都是屬於雙向兩線的舊路 因此只要是路旁停一輛車 就很容易塞車 而在新興國小這樣的情況 每天上下課時間都在塞車 因此校長更將學校周邊規劃成 機車、汽車分區接送 因為我們新興國小家長接送的人數真的比較多 而且我們校門口的路並不是很寬大 所以在這邊誠心地呼籲我們所有的家長 在孩子的上放學的時候 務必遵守我們學校家長接送區的一些規定 也希望各位家長遵守我們交通規則 原則上我們機車跟汽車的接送區是有分開的 是靠近學校這邊的才是我們的接送區 所以請家長為了小朋友跟您自己自身安全 務必要遵守我們接送方面的一個規定 校長表示其實在下午4點放學時間 許多家長都會提前在校門口等待 再加上新民街120項常常有公車經過 因此也會塞車 對此校長更將機車與汽車進行分區規劃 在面對校門口的左側為汽車接送 而右側就是機車區希望能夠分流車槽 然後也請大家 務必要讓孩子戴這個安全帽以維護小朋友的安全 那另外在我們學校的北後門 他在上放學的時候是改成單向行駛的 也是為了要確保各位家長您的安全跟孩子的交通安全 所以請在這邊請各位家長大家一起來遵守 來確保孩子跟您的一個交通安全 而面對家長接送其實可以4點後再到學校接學童 這樣子不僅是減少家長在校門口的等待時間 也避免塞車 而校長表示在日前增設紅綠燈之後 可以輔助減低車輛經過的速度 再加上學校還有後門 在上下課時段是屬於單向通行 更希望設立接送區 可以減少學校臨近道路的塞車問題 記者時段1帶學車方報導 記者